杨子和小战的恋情暴裂了,小战和杨子真的在秘密的相爱吗? 肖战杨子私下恋爱是真的吗?肖战杨子真实关系揭秘。 余生请多指教这部剧已经完结很久了,可是很多网友还沉迷于这部剧之中, 大家除了科余生请多指教人物的CP之外,还有很多人科肖战杨子的CP, 据悉两个人的CP名叫肖兔崽子。 肖战杨子私下恋爱是真的吗? 肖战和杨子的真实关系是怎样的? 小编今天就来揭秘一下。 肖战杨子私下恋爱是真的吗?肖战杨子真实关系揭秘。 肖战杨子私下恋爱是真的吗? 自从余生请多指教播出之后,网上就一直传出杨子和肖战假系真作, 有在偷偷谈恋爱的传闻,这也是为何杨子和肖战会有这么多CP粉的原因。 在CP粉眼中,杨子和肖战真的有在谈恋爱。 在这里小编真的想说一些对CP粉很残忍的话,杨子和肖战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而已, 两个人真的没有恋爱。 余生请多指教这样类型的剧播出的时候,基本上男女主角都会炒CP的。 但炒CP一般会分为两种,第一种是剧组炒的,毕竟炒CP能够给电视剧带来关注度话题度。 另外一种是男女主角两个人炒CP的,目的和前者是一样的。 但是肖战和杨子的炒CP,很明显是剧组的行为,并不是肖战和杨子本人在炒。 肖战杨子私下恋爱是真的吗?肖战杨子真实关系揭秘。 肖战杨子真实关系揭秘。 因为网上关于杨子和肖战杨战杨戏真做的那些视频,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杨子和肖战在拍摄余生请多指教时候的一些花絮,而这些花絮都是剧组放出来炒作的。 如果是肖战和杨子本人炒作的话,则是两个人在网络上面会有一些互动,或者是出现在机场的时候会刻意穿一些情侣款等等。 CP粉科CP归科,但是也不要太真情实感了,免得日后会伤心难过。